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正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我省各地抢抓农石 全面展开大田春耕生产 目前多地播种作业已经进入尾声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 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以重大问题为导向 抓住重大问题 关键问题 进一步研究思考 找出答案 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 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今天我们走进农安 看一看那里如何思想破冰 从解决实际问题中寻找发展突破口 这两天 农安县委书记张之仲 正领着水利局等部门负责人 现场踏查农安县中排路蓄水闸工程 和大尾子沟 小尾子沟抗旱工程 水利局长刘大生 给张之仲提出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需要沿县村镇的百姓 支持配合河道内土地清退 二是需要国土部门 配合协调工程建设临时用地的审批 我跟相关的部门 这个相关的乡镇 我分别给他们开会 马上落实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我们农安的九十万是农民 让我们的农安百姓 我们的广大农民 真正在我们水利治水上 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张之仲说 解放思想的根本是不断创新 就是在针抓实弹中打开思路 解决实际问题 为百姓谋福祉 农安本身缺水 那缺水我们怎么样破解这个 这就需要我们开动脑筋 我认为最根本的 不是在你嘴上怎么说 怎么喊 而是实际工作 就是在实践当中 我们怎么样破解难题 这个是解放思想的根本 在农安 调整种植结构 增产增收都需要解决水的问题 太平河是一通河左岸一级支流 是农安陷境内最大的自然沟道 近年由于干旱少雨 太平河虽然少量净流 却无法接续利用 周边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 当地转变治水思路 下定治水决心 仅仅半年时间 太平河综合治理工程 就于四月初顺利投入使用 这项工程 综合治理河道50公里 为沿岸五个乡镇的26万亩耕地 提供了充足水源 沿岸五道沟村民丁华 已经想好了靠水致富的新路子 他要搞茅葱种植 预计能比往年增收三至五倍 确实是祝福百姓 百姓高兴和感动 你像这样说 农民种地有希望 还有笨头 你这也激励我们做这个限制工作 我们要更好地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 更好地给老百姓服务 解放思想 还要润意进取 主动出击 农安位于长春的半小时经济圈内 立足这个优势 农安提出建设西安合作区的规划 全县干部群众克服疫情影响 点对点招商 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落实 仅用半年时间 计划总投资526亿元 核心区规划面积 264平方公里的西安合作区成立 截至5月上旬 涵盖多个领域的34个项目实现开工 西安合作区建设 本身它就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产物 因为这个呢 我们谋划的时候 说实在话 这个很多人呢 也认为我们这个是不可能 但你看现场你们看了 这又不可能就变成了可能 这就是说 你必须人得结合你的地域优势 结合你的实际 来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我有一句话啊 就你没有超常规的付出 不会有超常规的获得 你没有超常规的行动 你不会有超常规的成果 未来的我们农丸的环境打造 以解放思想为引领 我们要过了山海关 投资到农丸 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我觉得有这种思想 你要不解放思想 什么都靠这个等靠药 我觉得这个你永远发展不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 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切切实实从根子上 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作为共产党人 我们才称职 思想是先导 行动是思想最有力的注脚 解放思想在于不断突破 推动发展在于担当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 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 一切机遇只有在实干中 才能抓住 一切办法只有在实干中 才能见效 一切困难只有在实干中 才能破解 加快推进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要在发展质量效益 发展活力动力 区域联动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保障改善民生上 实现新突破 思想上先破冰 行动上再突围 做有激情 敢担当 能落地的实干家 我们就能在推动 吉林高质量发展上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卫生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链条提升金融服务 致效 吉林省创新预付贷金融服务模式 今天预付贷服务模式 举行启动推广 即首单业务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 中国银行 吉林省分行 向一气集团 受信50亿元预付贷 专项用于支付上游企业贷款 并实时分阶段放款 至供应链终端中小微企业 与此同时 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 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 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 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 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 吉林银行等金融机构 与长春气开区 共同签署总计300亿元 受信的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支持一气集团 新能源汽车基地等项目建设 以一气集团为核心的 汽车产业链 是我们全省的资助产业 我们通过这个预付贷的 这种形式稳定产业链 让我们通过金融的服务 让我们金融政策的横利 能够飞及整个产业链的企业 应该说对我们企业 支持是非常大的 预付贷以后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在交活前 就可以把钱拿到手了 一气把预付款给我们 然后中行贷款给一气 这样是我们的资金问题 融资难的问题解决了 未来吉林省还将在装备制造 食品等重点产业 探索推广产业链融资服务模式 全力保障重点产业稳定运行 助力高质量发展 现在这种预付贷的模式 就能改变了以往的计算的方式 在几天之内 我们的现在款项就到账了 短期肯定是帮助企业 能够快速的克服疫情 带来这个影响 中期让企业有更大的空间 去承接一气集团 以及各大主机厂客户的 更多的订单 长期来讲 对于整个咱们吉林省的 汽车零部件 及汽车产业的发展 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全国人大代表丁兆民 是辽原市富澳汽车零部件 泵野公司的一名汉阶工人 今年结合工作实际 他将调研目标定在了 组建高技能技术人才朋友圈上 随着全国两会临近 丁兆民再一次来到 辽原市格志汽车科技公司 倾听来自基层企业员工的心声 完善自己的议案 调研中 企业遇到的一个汉阶难题 引起了他的注意 掌握相关技术的丁兆民 很快化解了这个难题 还把这项汉阶技术 传授给了企业员工 同时这个过程 也让丁兆民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企业的调研 发现现在小的企业 在高技能 技术工人 队伍这个数字方面 存在一些差异 他们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很渴望得到一些高技能的 人员的支持 在过去一年的走访调研中 丁兆民发现 像格志汽车科技公司一样 省内有不少中小企业 在转型升级上 面临技术和人才短板 迫切希望得到相关专业人员的帮助 非常强烈的希望能够建立这些专家的固定 走上企业 跟企业进行更多的交流 把他们那种精神传递给我们这些员工们 今年的两会 我想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目前具备省级以上的国家工匠 省工匠 咱是否能不能组成一个联盟 不但是为各自企业服务 而且咱又应该走向社会 为有需要工匠来解决的企业服务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书兰市 召开吉林市疫情防控 第四场视频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书兰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情话 目前书兰市正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当地实施网格化管理 进一步调整完善五位一体包包体系 确保管控到每一户每一人 同时强化小区封闭管理 做到严封闭管得住有保障 按照应检进检 愿检进检能检进检要求 书兰市重点围绕所有密接人员 次密接人员和确诊病例所在的 住宅小区重点场所 以及高风险人群开展核酸检测 截至5月15号全市累计进行核酸检测 样本采集19228人次 同时书兰市加强对密接人员 次密接人员的精准隔离 截至5月15号20点 共设立隔离点15个 以启用13个 以建立隔离房间510个 相关部门在隔离点和居民小区 免费为群众发放中药饮业 提高群众免疫力 5月13号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派出的专家检测队 携带一套负压帐篷式移动实验室 从隋风河转战至书兰 5月15号另有一批专家从北京赶到书兰 共同援助书兰市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这支由25名专家组成的核酸检测团队 由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科学家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 武贵真带队 5月13号晚专家团队到达书兰后 连夜搭建起敷压帐篷P3移动实验室 迅速做好核酸检测准备 我们到达的实际上是那天的已经很晚了 晚上 那我们当时呢就开始就到了以后 把这打开以后 我们就把它建这个 搭建起来 这实验室搭建起来 因为它几百公斤 搭建起来确实也很费劲 连夜 当时就是没有休息搭建它 同时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带了很多设备仪器 那这些仪器呢 我们都要及时地给它安装上 5月14号一早 实验室专家检测团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 当天在书兰市进行了近2300份核酸检测 为实现早发现 早隔离 早诊断 早治疗 第一时间控制疫情 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时 专家们悉心指导书兰市医护人员 在核酸检测样本采集过程中 科学规范操作 我们希望 来的第一个是帮助当地工作 能够尽快的 把该诊断的大量的帮他们做一些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 是最大的目的 我们希望我们走的时候 能给他们留下一只带不走的队伍 截至5月15号 吉林市疾控中心 已先后派出三批 共15名工作人员到达书兰市 同时从吉林市其他县市区 抽调流调人员85人 到书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及疫情信息分析整理工作 我们就是对所有的这个病例啊 包括它的密切接触者 包括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都进行这个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之后呢 我们推送到指挥部进行管理 病例呢就及时救治 同时呢对他们进行这个核酸检测 截至5月14号 书兰市累计流调排查3892人 5月15号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截至5月15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9例 累计治愈出院16例 在院隔离治疗3例 吉林市3例 上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307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282人 正在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25人 5月15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2例 吉林市 截至5月15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21例 累计治愈出院92例 在院隔离治疗28例 吉林市28例 病亡1例 现有重型病例3例 吉林市 现有本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911人 均在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5月15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5月15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9例无症状感染者 6例输入 其中4例已定诊为确诊病例 解除隔离医学观察1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4例 随着气温回升 我省各地抢抓农时 目前多地的播种作业已经进入尾声 辉南县挥发河畔 春潮涌动 眼下大停播种正火热展开 团宁镇盈利农机专业合作社 今年集约耕种面积达到900公顷左右 以合作社为平台 实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正加速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的步伐 实现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双提高 家有一场地 放着核设中 你能多收于2000多块钱 待的时候 他这有活就干 也能多收一万块的 每亩少投入50元 增收100余元 两项相抵 老百姓通过各种渠道 在上外物供增收大约于4000余元 全天的耕地面积一共是120万亩 在水田和旱田这一块 我们的全球计划能达到72%左右 迎着和煦的春风 黎树县凤凰山村 农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树台免耕播种机在天津撒花 今年合作社集约耕种土地达到1000公顷 抢商打拢施肥 全程机械化播种作业 黎树县作为全省的农业大县 有耕地面积26万公顷 今年当地被春耕工作开展早抓的时 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减少耕作环节 缩短播种时间 减少土壤水分的流失 提高抗旱能力 为全年农业丰收 农民增收奠定了监视基础 大田播种盲 水稻预央壮 白城市桃北区东风乡 绿水村水稻育苗棚里的稻苗 长势喜人 水稻种植户脚福泉 也开始了一年的忙碌 绿水村以水稻产业为基础 通过成立合作社 流转土地 全村抱团发展 今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500公顷 今年种谷子 刘惠德比往年又早了十多天 800平方米的小院 地已经翻了三遍 现在又在抓紧齐龙 因为前两天闹了点小病 怕他体力吃不消 住村包包干部 也赶来搭把手 一切收拾停荡 五月中旬左右就可以下谷种 庭院里种了三年谷子 年过花甲的老刘 挣了两万元 去年把房子翻建了 房子去把他盖完了 外边那个西洋的多好啊 他脑痛 庭院里种谷子 老刘现在特别认可 然而三年前 他可不是这么想的 当时长岭县结合 建档利卡贫困人口 家家庭院面积大的特点 由县财政出资 每平方米补贴两元 鼓励大家种谷子 可大家伙并不买账 平方户把大多数都不应可 都想种费事 到秋屋还卖不出去 种谷子 从种到收浇水至少三四遍 而且谷田好长草 除草也得不少人工 老乡们这个顾虑 县里已经考虑到了 鼓励大家庭院里种谷子 就是考虑他们年老体弱的特点 家门口务农 体力消耗要少很多 这个道理讲通了 还剩下一个销路问题 当地黄霄米虽说有名气 却没有形成规模 品牌也不想 批量生产销售确实有难度 发展谷子订单种植 把谷子加工好 包装好 提高产品的副下值 龙头企业带动贫困人口 订单化种植 这是长领县深思熟虑之后 想出的好办法 从生产端到加工端 政府两头当好服务员 一方面为企业落实订单 把家家小庭院 变成企业绿色种植基地 同时农机人员入户 手把手传帮带 另一方面 推动几家有潜力的 小米深加工龙头企业 申请国家环保部 有机示范基地认证 进而通过专项资金扶持 帮助他们在南京 上海等地开设直营店 当一公斤有机小米市场价 卖到20元 骨子这个小杂粮 也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全县庭院骨子订单面积 突破3000公顷 以骨子为引领 长领县通过龙头企业 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模式 把订单有机产品 扩大到高粱 葵花 黑豆 红小豆等15个品种 叫响了杂粮杂豆之乡的美名 2019年 全县产业扶贫 统筹收益2300万元 4月11号 长领县脱贫摘帽 39492名建档利卡贫困人口脱贫 72个贫困村退出 始终把产业作为 通贫工权的主顾方向 真正把小庭院打造成 贫困群众的这么一个增收支付员 确保贫困区持续增收 进一步巩固突兵公顷成果 日前由浑春发往山东青岛港的 220个集装箱 在俄罗斯扎鲁比诺港 开启首航 这是吉林省浑春 至扎鲁比诺 至青岛 内贸外孕新航线 开通以来的首秀 此次由省内经浑春 扎鲁比诺青岛航线 发往青岛的220个集装箱 装载着吉林特产的玉米 预计下月初 这220个集装箱 将从青岛满载铜金粉 途经俄罗斯扎鲁比诺 返航浑春 通过内贸外孕 为吉林省借港出海 开辟出一条新通道 浑春扎鲁比诺青岛航线 与之前的浑春扎鲁比诺 宁波航线 共同构成了吉林省内贸外孕 双线并行新格局 为更好发挥新航线 对进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 长州海关主动与 静静地海关等相关部门 联系配合 实施预约通关 外派查验 快速验放等保障性措施 并对每一票跨境运输货物 实行专人跟踪 手把手指导企业办理报关手续 确保整个物流环节的通畅 为吉港户开辟绿色通道 提高内贸外孕户 通关效率 积极推动 通过昏春铁路口岸 开展北梁南运业务 将我省的玉米等大宗货物 运输至青岛 把山东省的化肥 啤酒 铜金矿等货物 运输至昏春 形成重去重回的物流模式 为吉林省加快融入 渤海经济圈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做出海关应有的贡献 来自省商务厅的消息 今年前四个月 全省外贸进出口 完成425.5亿元 同比增长1.6% 增速高于全国6.5个百分点 列全国第八位 其中 进口完成323亿元 同比增长3.9% 高于全国7.1个百分点 一级集团 长客股份 中粮生化等重点外贸企业 均实现较快增长 为优化营商环境 高质量服务企业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长春新区分局 率先在国内成立正企服务站 汇启一半 5月15号 汇启一半在百度创新工厂 投入运行 汇启一半 整合辖区内政务服务资源 在企业集中地段 设立电子终端和工作人员 开展企业前级指导 登记初审 年检 换照服务 并受理个体工商户的 开业 变更 歇业等业务 企业不出园区 就能享受到手续办理 终端打照等政务服务 登记 申报 然后包括我们的课章 课完章之后 他们都会给我们快递过来 非常的便利 然后汇启一半 他以后他会进入大学 银行 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 让我们更加的便利 此外 汇启一半还将为企业 打通发展读点 企业在线上提出的问题 都将有专门工作人员 在线下协助办理 日前 省委省政府就加强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引发两份意见 补齐活省社区治理短板 两个意见分别从 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和加强全省城市社区 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方面 制定了具体工作措施 特别提出 要坚持和发展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建立完善社区治理 应急联动机制 不断提升社区信息化应用能力 同时 意见还明确制定了 社工港人员范围 完善薪酬体系 落实相应待遇等方面的新要求 此外 意见还涉嫌提出了 幸福社区建设新模式 并提出强化党建 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 重点是要求我们各地 对我们这个省里的 提出的各项目标工作 在这个完成实现上 要提出明确的计划 我们省里面还准备抓几个示范点 通过抓示范点 把我们整些工作 把它推下去 自5月16号至6月16号 我省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毒查 针对生产生活 亦产生重大影响的各行业领域 容易发生亡人事故的重点行业领域 加大安全监管力度 开展动态隐患排查治理 省市县各级安全生产 按查案房组 将围绕企业违法违规 违章生产经营 长期带病运行等情况 加大执法打击力度 堵塞各类安全漏洞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